老公的地方 真的超漂亮的 第二天直接來鎮長 還是市長的過程 一個大概是 嗨大家 今天是我們在法蘭克福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柯隆大教堂那邊玩 大家都應該知道柯隆是一個 以工業著名的城市 然後 我看完 看到雲泽在看我 然後我就笑出來 是要笑多久 本來柯隆是一個以工業著名的城市 那它裡面最有名其實就是柯隆大教堂 還有一個它的啤酒 跟四七一那一家的國龍水店 所以等一下我就帶你們一起去看吧 掰掰 我們到了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我身後這個柯隆大教堂 然後它總共有157公尺高 是實際上第三高的教堂 對 那你們現在看到這個顏色呢 其實它一開始好像不是這個顏色的 那只是因為歷史然後風化 所以變成這個顏色 那我們就一起走進去看吧 喔今天其實大概只有 五度左右吧 還是六度還是七度大概這樣子 然後超冷了 我是一個雅二代國家的人 沒有我是一個雅二代國家的人 但是這個天氣很冷欸 超宏偉超壯觀的教堂 難怪柯隆這個城市就這麼一個大教堂 然後還這麼多人來拜訪 來 祷告的地方 真的超漂亮的 今天天氣 冷到我沒有什麼心情參觀 我現在只好想吃午餐 然後 好想喝酒 歐洲教堂就都是長這個樣子 天哪 再來一個神秘的洞穴 我們走進去一探修間 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 禱告 歐尾斯嗎 歐尾斯嗎 我想說禱告式的說 我真的太聳了 我覺得在上面 完全看不到我 但我覺得在下面 壓迫感很大 因為 太莊嚴了 然後那個 屋頂又沒有很高 所以我要 趕快爬出來了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拜訪一下 這教堂真的 太厲害了 應該很少 就算你在歐洲 你應該也很難 就是 找到這麼 宏偉 這麼大 然後這麼 華麗的教堂 所以有機會 真的可以來走走看 這個景點 就是 我身後這個 柯隆的鐵橋 也是蠻有名的景點 然後這附近還有一個 巧克力工廠 等一下先去吃一點好吃的 吃一點熱的 真的太冷了 我一直在流鼻涕 你看看這多漂亮的風景 你看看這多漂亮的風景 杜塞道夫的油輪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看看能不能坐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坐到杜塞道夫 然後呢 再從杜塞道夫搭德國的IC 回到法蘭克 今天就是一天超讚的行程 我們剛剛看完那個到杜塞道夫的那個船了 結果他又沒開 跟我們昨天去 也是去蘭茵河的一個小鎮 叫什麼 Roods whatever 我不知道 好 忘記了 反正就到那個小鎮 然後我們也想要去一個 葡萄酒的酒廠 他也是4月1號才開 然後 那邊的船也是4月1號 那邊的纜車呢 也是4月1號才開 所以我們3月28吧 昨天應該3月28 3月28到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對 然後今天3月29 到柯隆 對 然後也搭不到船 一家很酷很可愛的糖果店 所以我要走進去逛一下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很甜的感覺 有柯隆辣椒糖的巧克力 上樓來探索更多糖果 超多糖果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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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敢買太多 不敢買太多 對阿 我就在每個都弄點 看起來是不是超好吃 一定要買的吧 一個是香草口味 一個是香草口味 巧克力口味嗎 我猜阿 我猜阿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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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阿 我猜阿 最後我總共買了這些 然後總共是 1.7塊錢 對 其實我應該算買蠻少的 對 好 但我們到的是 神奇的香水博物館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想過回到香水博物館 來 我們要來問問看 沿水的味道 我們要進入 視覺與味道的想念 可能不要想得它 太美好 對嗎 很香喔 對 一站就整個都是香水博物館 這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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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為了紀念這座城市 它給這個山水呢 起名呢 就叫做 Olde Cologne Olde Cologne呢 是一個法文的 法文的名字 它本身的意思是 來自科隆的水 簡稱了科隆水 因應過來 它就是古隆水 因此古隆水的名字 最早從這裡起出來 三百年來呢 這個味道都沒有變 它希望給它感覺 就像是 回到的義大利 春天雨後的清晨一樣 這個真的超香 比我四年前 去那個4711 古隆水的香水店 聞了海香 這個是香到我自己都有點想買了 竟然會 竟然會想要買香水 剛剛灌完香水店了 那家香水店真的超好聞 大家來科隆一定要去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這邊一個 有名的啤酒餐廳 對 吃豬腳喝啤酒 看一下它的菜單 我們英文程度已經到 連英文菜單都不想看了 程度請直接Google發聲 幫助我們翻譯成中文 但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英文好的人 或者德文很厲害的人自己看 我太踩了 我們在一起研究菜單 因為看完Google翻譯了 我們找不到在菜單的哪裡 怎麼這麼這麼的特別 第二天直接在喝 對第一天也喝第二天也喝 我們在一起吃 我們的菜上菜了 他刀子這樣擦是不是太霸氣了一點 開吃了 開吃 之前吃完就覺得德國熱真的很好吃 我看到馬鈴薯年輕有加起司 嗯 你會 你會懂的 他可能從何幫你切齊 你怎麼 你是怎麼嚇到的 從你切得了的地方 還是亂切 再加這個 好 豬腳跟蹄膀是同一個東西 不一樣 一樣 好 反正德國豬腳是 K選它是脆的 跟 跟台灣那種豬蹄膀是才亂亂 很爛爛肥肥肥那種不太一樣 所以做這個其實 我覺得脆的超好吃 就是 完整的肉 然後再配上他們的 他們的馬鈴薯沙拉 就是超讚 希望有錄到我的聲音 拜託 隔壁隔壁做的聲音有點壓過我 我已經盡力了 哈囉大家 然後我們剛剛吃完那個 豬腳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在科隆市區逛一逛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回法蘭克福市區啊 等一下呢我就不打算拍了 因為我今天好累 剩下的明天拍給你們看 明天會應該會去羅騰堡 然後 可是天氣不太好 可能有點下雨 對 好明天見 掰掰 給他們 intrín 咖啡 bod 頭 啊 對 啊 大